圓圓的大眼睛 白皙皮膚 修长的美腿 原本是名美女 结果现在却变成这副模样 眉牙被撞断了三颗 整个下巴大片淤血 手臂膝盖严重擦伤都渗出血了 我一看到狗的时候 它就是出现在我的正前方 对 那就是完全没有时间可以闪躲 那第一个反应的话就是压刹车吧 对 所以人就飞出去了 戴着口罩神情没落 手脚都包上纱布 想要正常走路都有点困难 对比之前美照 简直换了一个人 意外就发生在21号晚上9点多 就读交代研究所的正面雨鱼 骑车行进竹北市新楼路一段 与台客路路口时 一只米格鲁突然从右边窜出来 雨鱼闪兵不及紧急刹车 当场摔飞出去 造成右侧手脚关节下巴严重擦伤 还撞断了三颗门牙 跟我说就是是一位外国人 然后去追那只狗 但是因为警察那边的说法是 他们也不敢说那一位去追狗的人 就是四组 所以他们就是假说 如果去调查的话是有困难的这样子 雨鱼平时靠接活动展场外拍 半工半读 三颗断牙必须磨小装上假牙套 一颗就要两万五 三颗就要近八万元 身为学生的雨鱼 一时也无法负担如此庞大的医药费 由于事发地点没有装监视器 要找到肇事狗主人恐怕有困难 雨鱼只希望有人能够帮忙指认肇事狗主人 避免有其他人再次受伤 记者和孟谦黄玉涵新竹报导